一直是那麼厲害 大家在懷疑人生覺得 我們做專案是要做得比較好科技 就是大家如果沒有做一個什麼電路板什麼 就不公民科技了 但是我們之前有跟蘇貞討論這個問題 那在上面就是其實我們做剛剛的資料 其實有很多事情是在科技以外的 那我們就來聽他們怎麼做的可能狀態 大家好又是我 我們是那個要讓政府知道 政府資料看得到 看得到找得到用得到 然後充滿那個工人智慧的資料申請 然後我們要解決的問題呢 就是民眾在申請資料的時候 申請這個也不提供申請那個也不提供 然後這時候我們可以怎麼辦 然後我們的策略是要透過分析 就是目前我想要更多商店的一些申請的結果 然後去採集民間的申請的紀念 然後以及工部門他在處理上的遇到的一些難處 然後我們會提供現在各政府機關回應的一個儀表板 然後以及對工部門的在處理上會提供一些建議 還有民眾在申請上要怎麼樣能夠幫自己加分 然後我們的目標就是要讓五成以上申請資料更順暢 更順暢喔 因為你是不是這個資料 你是不是最後是不是真的能夠順利的產出 我真的就是要天使地利人和 那就是從三月到現在 人和加幫了 所以三月到現在我們做了些什麼事了 我們先把我想要更多商店 從2014年開始到現在有1300筆的資料申請紀錄 因為有一些申請案 它是一次統發給很多個機關 中央跟地方政府 所以我們就是一機關把它分成了大概2800筆 然後我們按月看一下它的情形 然後不知為何就是好像每一年的這個五六月 都會出現一個申請的高峰 就現在 然後大家都是向哪些單位申請資料呢 就是前兩年就是經濟部跟內政部 然後主要就是跟工商登記 然後水體管理 然後工業區 水電 那內政部這邊主要是 也是跟它的業務有關 然後在前十一名裡面 就是有這個經濟部狹下的單位 已經南闊了三個名額 那我們在分析這邊 我們想知道就是說 到底就是有哪些機關 大家常常不同意開放資料 然後它的原因是什麼 那民眾在申請這些政府資料的時候 有哪些經驗是對以後的人是有幫助的 那我們有就是一個 一個標記分析的架構 那我們會先把這個 如果是在民眾申請前 就已經開放了 把它標註出來 那同時我們會去看說 那這個之前已經開放了 它的格式上是不是屬於開放資料 然後是否真的有滿足申請者的需求 那也有一些是民眾申請了 然後他同意說他要開放 但是他到底有沒有一個開放的時程 然後他到底開放了些什麼 那對於不開放的情形 我們就是會去了解它的原因 然後還有這個已讀不回的 然後我們目前就是會 等於大概就是標記了29種 不同意開放資料的理由 這是我們做的一些就是標註 那我們現在的標註的進度 剛說是2800 那我們現在標註的進度 大概是到七成 那這個是我們全國的一個開放的結果 就是我們初步看到的一個結果 就是有七成民眾的申請 他是不開放的 然後這個比例也滿高的 就是有15%就是不回覆 那至於這個不開放資料的原因 前兩名就是一個是告訴你說他現在沒資料 一個是告訴你在研議 然後這兩個部分就是 其實都回覆上就是比較偏模糊 然後而且他也沒有把他的實際的行政評估說出來 就是他到底他態度上 他認不認為他應該要去收集跟開放這個資料 都沒有 這個就是我們就可以從我們這個分析結果裡面 看到一些情形 譬如說左邊的這個他的情形就是 他100%所有來申請的他都不會回覆 然後另外一個情形是 他有45%他的比就是一路位 然後另外45%他也不會回覆 然後這裡面有一個是台北市 一個是金門 大家覺得哪個是哪個 左邊是金門 左邊是金門 好小朋友好有智慧 對對對 好那我們也可以那個中央部會 也可以來看一下 然後這個多出了一個 左邊這個呢 是他大部分民眾的申請 他都是不提供的 那 左邊 我一直說錯 對 然後左邊 這一個 這一個就是很特別就是 你看他這個顏色是已開放 就是說 這個單位他其實開放了很多東西 但是呢 民眾都找不到他在哪裡 所以又跑來這裡跟他申請 所以你看他大部分民眾申請的都是已經開放 然後這一個是內政庫 一個是環保署 哪個 哪個 哪一個是左邊 哪一個是左邊 好 相反囉 好 就是這個是 這個是內政庫 大部分他就是民眾要求的資料都不開放 因為他的資料屬性真的太多 然後那邊大家都找不到到底資料在哪裡 這是環保署 但是他實際上開放了很多 對 那我就是 我們就是有跟國發會做過討論 他覺得 會整統計各個機關 他的這個受理開放的情形 好像還不錯 他覺得說 他可以每年來做這件事 然後我們就找很多很多人聊天 然後我們有就是有跟民間團體 了解他的申請經驗 然後我們也找這個是 一二級的這個開放資料資訊小組的委員 就是了解這整個機制 以及民間在這個機制裡面到底可以出些什麼令 然後我們也找了一些公務員了解 在這個就是從公務員的角色 那他們的困難是什麼 然後對民間來講 就是這個資料釋出的時間是非常重要 他能夠越早釋出就越好 那如果無法釋出的時候 那究竟他的困難在哪裡 然後規劃是什麼 這會是民間想要知道的 那資訊小組委員這邊 就是也有把這個政府機關的 好害怕 好公務員認為說 以市政目標相關的最重要 然後我們有這個是給公務員的一個 就是我們認為說他在處理民眾申請的時候 他應該要提供有一些事項 然後我們和這個國發會進行溝通 然後他們就是大概會是 他們的回覆大概就是說 會在今年年底的時候 會在今年年底的時候任期小組進行討論 然後看是否之後提供給各個業務的承辦 一個回覆的指引這樣的方式 就是以後我們再做申請的時候 這個機關他的回覆會相對現在更完整 就至少他要有他的明確的一個評估出來 跟他的規劃 然後後面是加分題 就是有一些情況下 就是如果這個市政府 他的優先市政的範圍 或是他目前已經有這個資料盤點了 那他的開放的成本低 開放的機會是高的 或是有一些 或是有一些情況 有一些情況 就是可以提供一些其他的輔助資訊 讓這個公務員他在 他可以做一些參考 在做這個決策的時候 降低他的影韻 然後去參考別人的一些做法 好 接下來未來 就是我們希望說 未來在行政服務上可以做好列管 然後我們也想要就是希望 我不知道今天有沒有目擊到五位 也是這樣是一小公車 我們希望未來五位可以變成五十位 然後大家一起來做跟追 然後來提高資料申請的成功率 好 這是我們這個計畫的講述 然後以及接下來可能會有的一些進展 謝謝大家